2018台中世界花博即将在11月登场 各项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准备当中 唐洛市这一天的议会定期会 有议员就关心花博是否有确实照顾在地产业 质疑这众多的公开标案里头 在地花卉业者是否榜上有名 而里头的摊位设置是否也以当地特色为主 对此是否回应公开标案无法限制区域 而园内的好农市集将会以销售地方加工农产为主 借此带动地方商机 台中花博将在11月3日盛大登场 不少在地花农都抱以高度期待 但有议员就质疑花博园区内的公开标案里头 后里花博业者究竟是否有得标 担心市府并未确实照顾在地产业 这一次花博的花博的标案 提出基本资料出来 到底台中市的农民标多少 外观市的标多少 国管市的标多少 我特别给你指明 中法标多少我要知道 哪有这条例 这86的都台中市民的资料来的资料 结果台中市的农民 终于没有标到截就会 终于中法标他 后里的花博好像都无意味 当然你说按照招标法 当然 这是你的说法 但是我相信 这个花博本来是 尽量来提升获利 发费的知名度 甚至也就是说能让 相亲 更好的价格 但是这不像伪子 后里的乡亲 好像没有 亦发博这 好像有什么好处呢 是不是标出去了 如果标出去了 那个招标的内容 议员们要求市府 公开得标业者 强调要加汇地方产业 对此市府回应 公开竞标 没有办法限制业者所在地 而园区内有设置好农市集 会销售地方加工农产品 带动商机发展 我们一定会照顾在地的 都会照顾你的标料 我来说中风筑 给我查 有机会一定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好农市集的厂商 已经开始在办说明会 市府表示 为提升花博园区的展览 精彩度和可看性 厚礼园区有设置花五馆 分成兰花生态型温室 和一般商业展览空间 两大展区 将会尽力促成地方产业的参与机会 提升地方观光发展 记者张卫林 台中采访不到 有机会尽力促成地方产业的参与机会尽力促成地方